对商品了解很多,对顾客了解太少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志诚 今天跟大家谈一谈HTC的困境 HTC曾经是台湾最大的品牌 世界的三大之一,包括三宋、iPhone 交通大学朱博勇教授 他对台湾在发展品牌里面 他谈到了两个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对产品了解很多 可是对客户了解太少 第二个困境是当典范转移的时候 很多台湾的品牌无法及时反应 却错失了良机 他说这两个困境就是HTC的写照 HTC曾经是机海 它非常非常多的手机 而且它的每只手机当时都卖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现在业绩会下降呢 我们来看看这些内容 Samsung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时尚 就是一个美丽 它有一个让人家觉得 就是一个拿起来很棒 很好的一个手机 你看到这个Sony Sony它是相机 所以Sony的手机可以外接镜头 变成是拍照 它是一个以拍照为主体的一个手机 很多人为了想拍照而买了Sony 你看到Oppo它是美机 很多女生她喜欢买Oppo 因为它美机的效果非常好 有些人买小米 当然它价格是比较便宜 可是小米有小米价座 那HTC有什么呢 HTC它到底什么东西可以代表说 我买的HTC代表了它 曾经它在股票1300多块的时候 它是代理的密子 密子是潮牌的一个影响 如果人家想说密子 潮牌影响就是HTC的影响 那这样也是一个力量 可是它把它卖掉了 谁买了它 Apple买了它 Apple买了它以后它去操作 操作什么呢 它让很多的运动明星带着它 变成是大家追逐的一个目标 甚至它跟密子 让跟Fostwagon这种车 去做结合变成车里的影响 所以人家会操作 所以HTC其实是在操作上有问题 其实HTC在以前曾经花了时间去 花了钱去请小劳勃带你钢铁人 来做代言人 可是它并没有好好的发挥 非常的可惜 因为负责者联盟 现在全世界非常的红 影片一直一直的拍 钢铁人的手机如果有延伸下去 可以一波一波的来 不过不要灰心 市场机会永远在 典范转移永远存在 现在叫元宇宙的时代 元宇宙它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它就是要有一个ARVVR的机器 而HTC在这里很早就进入这个领域 未来在ARVR的这个领域里面 元宇宙的时代里面它是必备的 这是典范转移的时候 HTC一个形的一个很大的机会 我们期待HTC在这个机会里面 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们从HTC的案例里面 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示 一个启示是怎样 研发团队它是技术导向 市场消费它是顾客导向 技术会让品质提升 可是消费动机才是业绩的来源 研发实在是需要很多的投入 而商品更新的速度太快 研发太难跟上变化 创造顾客的使用联系 才是品牌连走的保证 那这是我们谈到HTC 给我们的启示 我是林志诚 光阳能够的原刷 我们的状态 我看到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